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话想再去画一次雪吧 对 想去画雪 最近其实很多事情让我很开心 因为除了工作以外 然后有一些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 感受到更多家的温暖和家人给我的关爱 休息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去打打篮球 然后可能因为从小比较喜欢音乐 然后还是会多听听歌 这样子 因为毕竟其实时间还是很紧张 所以说可能很多想做的事情 还是有蛮多没有去完成的 没有 三亚已经去过两三次了 之前对 之前也是因为工作吧 然后当然这次也是工作 然后当时元旦所去过一次 在那边玩了一天 三亚还是非常景色很美丽的一个城市 还是一个海边城市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再去工作 或者休息 或者陪家人一起在那边游玩一下 其实我一直之前这么多年训练啊包括工作 其实我没有去做处军中好好旅游过 所以也是期待在新的一年能有时间 能陪家人一起多出去走走 或者去想去的地方去玩一下 我的人生爱图其实就是坚持不放弃 因为我一直很相信其实天道酬勤 每一个人其实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把细节都做好 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 我相信命运是不会亏待你的 更多角度的去看待事情和问题 然后更多学会了来沉淀自己 然后后继勃发吧 为以后的日子和不管是工作还是训练也好 做好重处的准备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 我还是想去尝试更多自己没有尝试过的角色 反正因为之前的训练啊 包括可能我们的工作时间都非常紧迫 所以我想在新的一年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 来充实自己的生活